芝士衣麵大廈 這些餐廳跟朋友小聚 或者女人家生日 大家幾個親戚朋友坐著 吃一下就挺好 因為有錄到紫蘇 但不是說 很多 所以有種很獨特的香味 早幾天就跟大家說過 如果去找 多厲害 各位觀眾 大家好 現在是下午的 老婆電話來了 電話到了 說說今天的計劃 首先 我所在位置就是海豬廣場 今日這集影片 我和老婆打算發掘一下 北京路周邊的美食 其實我和老婆一起 試過幾次在北京路吃過的餐廳 都不是太好 大家要記住我在北京路附近 掌大的 只能怎樣擴大範圍 我記得大概一年之前 那時好像開放了沒有 即疫情宣佈 不用打口罩的日子 我忘記之前之後 曾經有一次 家裏有長輩生日 他就說 不如阿輝過來這裡吃餐飯 就在珠光市場 沒有路的對面的一個餐廳 今天就去試試 現在四點鐘那麼早 當然沒理由這麼快吃東西 我先進行一個環節 就是很久都未做的 就是幫觀眾找他們曾經讀過書的地方 面前這裡就是橋光西路 對面華夏大酒店 觀眾要找的地方就是這幢樓的後面 他說過的廣州市第四十六中學 當時我當然不記得在哪裡 我以為在白雲區那些很難的 後來他說了回龍路 我就知道在哪裡 我們現在過去 我看看在哪裡過去好 這盞燈這麼長 口水多又說多兩句 對面中旅巴士 回香港很多人拿著行李 來等巴士 都方便的 之前又會擔心 會不會有電動自行車飛出來 現在這樣看又OK 似乎先頭我是在地鐵站A出口出來的 即是接老婆之前 那裡是地鐵站 那裡是巴士站又不是太遠 回龍路我打算在這裡進去 就北京由太康路過去 這邊看看降景 這幾天天氣回暖了很多 穿長褲都覺得有點熱 在這裡過去回龍路 以前的廣州市四十六小時 下巴士回香港 保安 沒什麼事 小姐 來了 我們在家裝上 我們要說 我們在家裝上 前裝在家裝上 這次 為一個李宗普 夏 —— 小姐 我都不记得这里叫回龙里还是回龙路 我们以下统称回龙路 为什么会叫里呢 因为它不是很长一条路 但我又记得回龙里好像在西关 还是白云区我都不太记得 所以统称回龙路 在这里进去的 它现在已经变了 如果我没记错是海印集团的一个私立学校 就在前面 回龙路这里不太长 连接太康路 这里又有中国新闻社 广东分社 大家看前面写着回龙路 看得清楚 镜头这一边就是华夏大酒店 正正在这里 华夏大酒店其实都开了很多年 以前叫华侨大厦 这边卸货的就是观众提及的 学校以前原来叫46中学 我当然不知道 但我知道是有这个中学很多年 因为小时候都在附近长大的 但到我董事的时候 已经搬到其他地方了 一定是不知道学校是怎样来的 这里就有写学校简介了 通常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 都会写回他们的简介 广州市 广州海印实验学校 前身为广州陪导实验学校 观众提及到的46中学 即是会不会被陪导实验学校还要早呢 因为通常很多实验学校这些 都很有可能是私立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是一所很有历史的学校 但其实我也证实了很久 证实不了 就是为什么海印集团 都会有实验学校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本土的企业 但都是私人的公司 但做了学校也比较少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学校在这里面积幻算大 附近也有几锁 几好的学校 不过那些都是公立 这个就是私立 现在四点半都未教 同学生 当然是上学中 还有我记得他们外场是翻身过的 弄得很漂亮的私立学校 当然钱审批比较容易 回笼路四号 一边就是学校 一边就是酒店 还有我先头看到 好像他们还有寄宿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他们有些同学挂着衣服 也好 这样才锻炼到同学 好了 废话少说了 现在我就过去珠光路 看看能否找到位置 我现在所在位置万福路 老婆刚才在说笑 她问我这条是什么路 她不知路名 她就说这条叫煲仔饭路 通常我们既路名都是这样 既有什么好食物 如果回到北京路周边的话 不怕走远一点 其实过来万福路 就多些鸟笼食物 北京路那些 都是四大天王 因为我有看社交媒体 包括上下九 北京路这些地方 她都经常会做一些 什么叫国际美食节 放一些很漂亮的名字 但其实一看就知道 又是那四大天王 什么叫鱼肉 烧鱼肉 臭豆腐 小饭子也不算 其实小饭子挺好食的 生蠔那些 总之就是那些 所在位置就是 北京路的隔壁那条 万福路 大家都看到我们刚才在地站 B出口过来有多近呢 之前我也想介紹這間酒店 對面應該叫咖啡咖啡酒店 好像是勵鋒大集團製造的 都不錯的 我好像住過一次 對面有基督教舊主堂 還有這裏吃煲仔飯 近日就在前面 通常今晚入住是最貴的 580元 今天是星期五來 如果去到星期一 星期一晚是比較方便的 例如星期一晚 我現在測到 300多元 其實價錢是對面的 如果你們對煲仔飯是很感興趣 這個酒店可以試試看 這麼近 就在前面 10號巴士 那個位置 P字 就已經是越海天河城 總之是北京南路 就是這麼近 都方便的 以北京路的酒店來說 每天平均發生一次的事情又發生了 先頭我在等老婆的時候 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觀眾 她說現在就去肥佬林 肥佬林在哪裏呢 就是中市市場 她說很簡單而已 我不知道別人住在哪裏 坐地鐵去便行 現在要出發了 她現在去嗎 是的 她拿過手機電話出來 幾百米 別人認識了 問多幾句 她就是要肥 她可能想吃爐肉 早幾天出的那條片 香港應該吃不到了 我想 廣州也不是很容易 是那裏的 廣州也不多了 對於我說的那個煲仔飯 萬興煲仔飯就在這裏對面 我很喜歡的 又是那一種 很多人說沒有以前那麼好吃 這個是最好的標題 對於一個餐廳 一個飯店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好吃 就是這裏 萬興煲仔飯 還未開門 傻的 人家怎會一天開足 這麼好生意 當然先休息一下 就是這裏 萬興煲仔飯 再確認一下交通路線 這裏就是煲仔飯 這裏就是我推薦 星期一晚 400元不到的酒店 再走前一點 那裏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北京路 這個推薦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難找到這條路 今晚我們去吃東西的地方 就是這裏的 叫做道軒 在龍津路 都有一間分店的 都是很火爆 不過當時 因為疫情剛放開 無奈 很多餐廳都未正常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特別火爆 大家都很高興 究竟時至今日是不是又是這樣 而且疫情是會有疫情價 疫情時很多餐廳 維持生意會有很多特價 究竟今天又有沒有利益 是否這樣呢 去到便知道 好了 我們已經來到餐廳 對面 珠光市場 不是叫珠光路市場 我們要吃飯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轉過去 但是現在呢 人家還未開門 我們先去珠光市場 珠光市場 熱鬧的 通常這些時候 通常除了龍津路以外 我想 特別奇怪 早上那麼熱鬧的 反差 但是其他市場 都是早上和傍晚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這裏了 這裏 那裏的招牌名叫度月 在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我們就問過他們 和看過桌面的餐碟 全部都寫道軒 我們覺得奇怪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是一鬼樣的 究竟是不是一鬼樣呢 就不得而知 但是最重要是廣製食物 最重要是經濟實惠 至於我們現在呢 就先入珠光市場 先買些包 好 那些 哈哈哈哈那些 不要去買了 是啊 包上面有的 我記得 老婆就說 想買些包 但是好像 這些 這些都有自己的焗爐 但是不是我們想要那種 我們是想要那種 好像西華爐 一元半一個 這裏都有五元兩個 要不要 明天早餐也好 買了一個椰絲包兩元半 市場入不入 我 我說我 整天都認為這個 麵包店賣那些 集中供貨 然後很遠運到來 賣一些很貴的麵包 又不是 這些 五元兩個都是這個價錢的 一元半都有 生意市場 捲洞捲洞那些 那些不同 還有一隻狗狗 還有一隻狗狗 咬一口 咬一口 咬到被狗狗咬 這邊 這邊 很軟 這一塊 這一塊 蚊 太多了 嗯 又有牛油的香味 是啊 真的 我堅持不吃 搞到我一間還想買兩個 等我們吃飽飯再買一個 幸好沒有選錯 原來還有兩間麵包店 又是那些 好老式的那種 自己有焗爐那種 幸好不難吃 不是是好吃的 好吃的不是不難吃 下午茶吃個包好 我們進來市場 都是行行行行 沒甚麼特殊東西要買 之前亦都說過 掛越秀區 很多市場都有首扶電梯 不知不覺 原來都是有 如果說第一個遇到 有首扶電梯 我印象中 是這裡 老婆又說 應該都沒甚麼買的了 又看看是不是 周圍行行行 行這邊 這邊賣水果 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肯定都會熱鬧 埋水果 沙塘吉已經看到有 剛來的當然是貴一點的 7.5元 7.5元 遲些便宜 都是這樣 誠意 厲害 我想買蘋果 醜蘋果 這裡不會有 我跟你說 一定是那些 方村 方村也問 我跟你說 這裡5.5元 這個是甚麼 阿克蘇 新姜 我們繼續走 很多人不買 價錢都合理 炒的那些好吃 這裡是賣魚檔 還有脆肉丸 有甚麼買 魚滑 一應俱全 先頭跟觀眾都說 这市场的水产值得买在老城区之中 我都有长辈在附近住 他也不会来这个市场 他反而喜欢回到三角市场 但我这个长辈有很多时间 他不是急急买完就回家 三角市市场夏天又行得辛苦 这里有冷气 挺舒服的 今天的气温是26摄氏度 其实体感已经28 一定要有冷气 今晚也要开冷气才能睡得到 这里买了带纸、珊瑚、圆灰 都是很划算 蟹也有 如果在市中心市场来说 是很值得的 例如这些泰湖大萨蟹 25元一只 生蠔是正硬的 当然是新鲜的 最贵的那款都是75元 我看到有8只或10只 我数不到 超值的 这些蟹是15元 不要买了 再走走北京路 这么划算 很划算 很划算 15元 包括大萝斯蝦38 很多人专门来这里 买带纸回去吃 2元一只好 照备得到 老闆3元半 3元半 现在差不多5点了 我们都是时候去吃晚饭了 已经开始有冬智餐了 是一样的 名字差一点点 站冬鸡又落5元 连特价都是一模一样 吃 看点得到哪样 好吃 很多特价 所以就召喚到客人 还有这个冬智提前预订 吃哪个 紫苏蚊鸡脚 好 又有鲍鱼 鲍鱼不吃 还有炖肉汁 烧腩客人 特价菜摆在门口 这些是野味 但不是合法的 还有什么 烤羊排88 上面这个是什么 炸鸡 炸鸡贵一些 73元 车车煲 各种一应俱全 它其实挺好 不是那些好 很懒入到餐厅里面 收收买卖 吃很高档 其实那些东西 就很普通 都有这些 比较贴备的美食 这个呢 我们在龙津路 看到的 一模一样 幸好我们这么早 二人台有没有 近窗口位 全部都没有了 还有一张 这张 好好好 非常幸运地 我们由于 够醒目 所以一早找到位 因为上次 我们去龙津路 那间 也是 很早上去 那边更加热 我们是第二 不知道第二 还是第三个 上去 都已经只得了一个选择 我们一定是选择 小桌 以及不搭桌 就是这样 我现在选择了一张 四人桌 小桌 对呀 只得了三四张左右 我看到有三张 暂时 我们现在坐着这张 前边一张 后边一张 应该还有 只得了四张 真是恶劣 又来眼花缭缭 独餐牌时间 他们这里特价菜 是要回答正价菜 这里真的很喜欢它 你有这样的规定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你不要要 顾客猜一下猜 是否要回答的 它有多大的字写着 还在特价菜上面写着 非常之好 我们选择了 紫苏花生炆鸡蜂爪 特价是38元 下面这个就是美国国菜 老婆说是 鸡酱焗 里脊肉 我估计好像生炒骨 有时候是咕噜肉 蒸鲍鱼 这些我不喜欢 再来如果 这里写着以下两款鸣鱼 这个汤是鸣鱼 我们未必会鸣鱼 但是大家起码都知道 是鸣鱼 你只要鸣多少都可以 不需要配搭 再来这边就 五指无韬蒸水鸭 这个也是特价菜 这边是鸣鱼 这边是鸣鱼 或者鸡鱼 浸菜 宅都是有的 正价餐牌 就是这么大 好像举切似的 我做一个好位置 慢慢给大家看看 这是这本 鸣鱼 杜鱼 海鲜酒鱼 哇 真是很厉害 先看看 前面这些就是小菜 连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们上次也吃过 麻辣牛腱 我记得是 是的 菜菜 餐牌也一样 就是名字不同 对吧 青瓜 牛折 牛 当然它这里写牛折 应该是鸣鲜吧 不理好里面 我们也不吃 莲藕 33 划吃 刹骨猪手 58 划吃 还有这个是必吃的 这个是 原价38 打完之28元 我们如果再吃 第三次吃 那就不必了 这个是电饭煲焗乳鸡 虽然 没有炸乳鸡那种 香香脆脆的感觉 但是它做得挺好 这些汁水收得够干 喜欢吃鱼鸡 又不想 整天吃炸鱼鸡的这个必事 烧排骨 还有烧鸵 我记得这个烧鸵 也是有特价的 但是我不肯定 但是如果是的话 都很好吃的 因为我们在龙津路里面 也有见过 也是挂着 很多人都是 要挂着它来吃 这个烧鸵的 再往后翻炸 我们打算要 汤和蒸海鲜大餐 再来 这个就是蒸白线 不过写着时间 写着时间就好了 甚至加拿大龙虾都有 再来 这个看上去都是不错 总不可能来到这里吃 吃这些牛腊条 还有芝士伊面大厦 这些餐厅 跟朋友小聚 或者老人家生日 大家几个亲戚朋友坐在 吃一下 这就挺好的 又有这个 这个也是 这些菜式不落逐痛 我就认为是叫做 或者是松露焗大虾 我记得上市吃的 也是不错 至于松露 也是这样 但是大虾挺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拼盘 42元经济实惠 又有白贝 又有虾 还有一些干饶柱 家常便饭最好的 如果觉得不够 其实你还可以选择这些 比如说蒸鸽鱼 河鲜 桂水 又有虾 又有贝 又还有鱼 都是这样放在锅里蒸 还用顺德风味 68元一条 他们也有很多顺德菜 58个鱼头 鲜豆腐 38元 价钱真是很经济实惠 否则也不会 要这么早来等位 对不对 另外 我们就想再点多一个中汤 就是这个 小青金炖肉汁 这个是正价的 18元一位 我们要一位就够了 一位够了 黑蒜炖肉汁 花旗心炖肉汁 一应俱全 猪肠煲 莲藕 这就是煲 有时候很多观众可能会说 喜欢吃一些大排档风味 但是有时候大排档的环境又不容易接受 可以选择来一下这些餐厅 这些汁煲 也不会分分暗暗 因为有些大排档的环境不是很好 但风味又十足 这些是两者兼得 而且好像用便宜的大排档 大排档不便宜 对 有时候用便宜的大排档 一个送上来的就是中汤 是这样的 原中汤 有一个青金 没有茶叶的青金 干的 干就是茶叶的那些 就是这样的 这些肉汁 这些不是汤 这些叫做肉汁 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我就不定在碗里 又有一些 这个我看不到是什么 红色那粒 红色那粒红色 圆肉 这个圆肉 这些就是不舒服 喝完那些瘦肉水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它放了青金 我就这样理解 我原先以为是我们上次在深圳 买的那些小青金 不是 即是那些吉仔水 那些 就不是了 这些就 干的 干的 做茶叶的那种 嗯 做茶叶的那种 至于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来得够早 连这个也来 我原先以为 好像 喝茶那样 只有三只 最起码就算是 都放回旧花生 而且很香 我跟大家说 因为它用遮遮煲上的 又不算遮遮煲 遮遮煲呢 它是很少肉 很多菜 它这个 就各样都是很多的 很香 在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 5点36分 餐厅客人 已经陆陆续续来 伴佬 扶休 欣赏美食 1点多钟 这里就很多人 很容易闹 不用 我只喝汤 嗯 这些是 那种吉仔水 吉仔水的感觉 吉泡那种吉仔水 但又有肉汁 是很舒服的 即是吉仔泡那种吉仔水 是 但不算很浓 上次会离开 是很舒服的 我们出去吃饭 很少会喝汤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打不出包 它这个就肯定不存在打包 还有那些肉汁 那些瘦肉 你看到它这样 你都猜得到 不会是事后等下去的 没有可能的 真的原中 放进去烫 一边烫 一边烫 但那种 不是说 浓到好像落了 味精那种浓 它是甜的 不需要 这些烫太久的肉汁 这是菊花 我吃到的 这个 开菊 这个 就好像什么呢 有菊花茶的味 葱茶 我们也没有用菊花茶 有吉仔 那些吉泡的味 但是没有泡泥 再加上肉汁的味 就是这样混合在一起 原来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最浓的味 都是肉汁的味 多少钱 13元 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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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花蹄参 反而是花蹄参 这个比较好 先喝 海鲜品盘又送来了 它是很香的 做到 很多蒜蓉 下面 我最喜欢吃的做法 就是在蒜蓉上铺 不是 丝瓜上铺的蒜蓉 不但如此 还有些白 这些是大杯 尾杯 这个应该叫做 就不是沙甲 什么时候 48元 48元 对 上次是深圳 但是那些都是保安区 这保安区怎样特贵 最贵 最多漂亮的楼盘 就是南山区 比如说深圳湾一号 然后福田 也是比较高消费一点点 就是我们上次去那里 南山 就是我们上次 蛇口那里就是南山区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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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些肉呢 还要没有家里煮的那些 那么粗糙 有时候家里煮的 食肉水 它是不会 就是我妈妈的 它是不会刮融的 这些是会刮开的 我妈妈就用成劲等下去 试试这个了 这个呢 我期待了很久 鸡脚可以慢慢吃的 有虾 有背 有丝瓜 还有少许蒜蓉 还有少许蒜蓉 下面还有一些豉油 不是咖喱不能跟深圳比 不能够比 也有蒜蓉的 有些蒜蓉 那次是四五十八 四十八吗 不是五十八吗 对 反正是一百元一个炒饭 是的 我们没有吃一百元的炒饭 我们吃了五十八元的炒饭 我们吃了五十八元的炒饭 就是这样的 哇 这个瓜很实质 有些蒸得太久 就像我自己蒸的 我会蒸到它一刺 就穿了 那些是会 没有了那种口感 这个相信应该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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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蒜蓉味 和丝瓜味很配 丝瓜很有趣 怕它蒸不熟 又蒸过火 蒸得刚刚好 它里面是有饱汁的感觉 这个是有 但始终家里的炉 它没有那么快热 这些就够快热 嗯 嗯 老婆在这里说 在北京路周边 很难得的 这些酒楼 又价格又不贵 坐得又够舒服 那是你去 你去 你去到 葡萄居 那样就可以的 是吗 嗯 好像这些 这么企丽的 粤菜酒楼 其实并不多 嗯 嗯 幸运楼 是的 是的 还有我自己呢 在解放中路有一间 在喜二路 华调中学 后面那条小巷 下次可以带老婆去试一下 那个就 吃了很多年了 吃烧鵝也是很有名的 真的我们可以说得出口的呢 就不多了 这个是其中一间 试一下 但是有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一定要早来 没有位置了 如果你现在来到的话 要是坐桌 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坐桌 嗯 嗯 嗯 那些两人桌 即四人桌 已经没了 没了 嗯 终于到这一个了 看看 鸡脚有多大 它好像不像我们早上吃凤爪 蒸排骨那些 那么完整的 感觉上 斩得碎一点 斩开了 花生 花生呢 我是喜欢軟的 能不能够满足得到我呢 香就真香了 花生 嗯 很软 但是又不烂 真的很满 很喜欢的花生 只是花生 我都愿意 付这张招 付钱了 试试凤爪 它是凤爪 因为炸过 但是呢 就不像说 我们早上喝茶 它要喂很多纸巾醬 它没有炸得那么透 应该是 特意是这样做的 就不是说 是什么原因 难道师傅省了少少时间 我不知道 我应该是这样 尤其呢 如果用这种煲仔上 你会炒乱它 兜乱它 就是客人吃的时候 你会这样炸的 如果那种炸得很烂 到时你会看到 一碟都是那些鸡骨 就是鳳爪的皮 我估计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那样的做法 更有咬口 是的 而且因为有炸到 紫酥 但是不是说 很多 所以有一种很独特的香味 很独特 我很喜欢它 鸡脚就一般 但是 花生和紫酥 这个配搭 再加上鸡脚 很好 我非常喜欢 为什么用鸡脚 我觉得一般的鸡脚 我喜欢吃辣一点 但是其实不应该是煮得这么辣的 鸡脚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炒起 全部剩下骨 就很好笑 就是这样 但是也是好吃的鸡脚 不是鸡脚 不是鸡脚 又说鸡脚 好了 最后炒牛肝也送来了 这个份量真是夸张 我已经 我已经 汤我喝光了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清掉 这个也是 这个我还没所谓 但是 这个点的时候 都想着一定 是会打包过几天吃都没问题 这个 就是逼女儿吃完的鸡脚 但是女儿 就喜欢吃炒牛肝 这一点炒牛肝 就是女儿要求的 原始我也想吃白饭 不过经过深思熟虑 也算了吧 是不是 再加一点豆瓣酱 少豆瓣酱 如果各位 回到广州游玩 回到北京游玩 回到北京游玩 就时间 在北京南 应该是 如果在南关器院走过来 都不会很麻烦 正常就是 如果你很熟 广州这样计 正常就是珠光路市场 对面 珠光市场对面 但是一定一定要早 不订阅 都没得吃那种 就像我们这样 有米香味 挺好 炒牛很漂亮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还煎焦了 就是有点焦才会漂亮 嗯 最终的职业 147元 现在 6点12分 好像这么早就吃饱饱了 在这个时候 餐厅已经满座了 但不知为何 这里竟然有一张桌是吉的 这里是小的白人海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客人都不愿意坐吧 我猜的 我们又吃饱饱 最终的买单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就去北京路走 其实老实说 如果纯粹是为了快点回家 拿给女儿吃 其实是不必要的 一方面又想看北京路是怎样 第二方面 我们吃得很饱 当时散步 现在只是6点17分 回到家里的女儿还是未放学的 应该是在这里一直往北走 是否往北 总之 大家认住 这里和北京路是对角的 直走转左又可以 转右 对了 德政南 这里应该是 没错了 其实如果你们想吃的 又不想被人厌的 就是去德政路慢慢找 或者解放路都有数间 没有这儿的密集 没有这儿的密集 没有那么老城区的感觉 因为解放路是被解放路隔着了 你要过去对面才会多那些 很地道的粤菜 但就环境一般 至于这里 厂后街 比如对面又有 现在亮灯的苞椰 以前我老友 南哥常常带我去吃宵夜的 又是会经常去熬夜 是其中一个的 下次试试 熬夜挺好的 不过又是很难拿位那种的 又或者去到万福路 都会有几间 都是以前南哥带我去的 至于这里 仍然有水果档 其实这里穿过去 就是北京路 不过也不难认 认识 这块红色的牌就知道 它指着那里 就是北京路地点站 哇 那些辣椒很厉害 哇,那些辣椒 先头我们经过的 万兴煲仔饭 现在又大家 大大得 看看实况 是不是 有这么多人吃的 而且有很多看上去 都是老街坊 你就知道 那些说什么人不好吃 不好吃 那些都 都很煞 还有一张桌 几难得 其实这里附近 那边那间煲仔饭 都是午休息 晚上午夜才开 面前就是先头 天微黑所说的吉啡酒店 仍然啊 星期一晚四个水 折还是啡 死了,我不懂 折好像是 是,妈吉 这些名字都真是很聰明的 星期一晚四百元 有找 可以啊 前面就是北京路了 一眼就已经看到北京路 越海天河城了 近得这么凄凉 这个酒店我很好推荐 我们又回到北京南 前面往左转就是南关器园 对面又开了一个新的商场 又是越海天河城的 那来到这里有什么吃呢 这里就有向群饭店 这个市集应该还没开始 只是招租宗 招租宗 招租宗 这个是 哦 这个是 这个是招人 招供 招供启示 应该对面的商场在 要找人手招供 这里又是天河城 这里有两个天河城 就是两个都是越海集团的 有耐雪之茶 还有老婆刚才说 看见向群排队 不过去 我们走一下 这里比较好 又多一个商场 至于这边 就是以前的养中会 在这里一路走过去 就是北京路步行街 又又来到北京路了 都不用说多热闹了 有看早几天 我们去上下九个集 都知道当时大呼震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当时都说过可能是车展的原因 现在还在做车展 因为我有看收音机 是真的看收音机 收音机是有直播的 有live的现场 他们每日都在车展 那种会买辆电车 可能会有很多客 Christie 在这次英雄 刚好就过来�production 在那块 业都市人 但是现在弄模仇好 还没返增 吉他番范 这条路 过去文德路文明路 对面是永汉电影院 1927年落成至今 年轻人专门来喝奶茶和看明星 早前社交媒体有说这栋楼 应该是卖衣服的 抢杂放了2024那几个字上 被人叫做插床 再过一个多月 现在弄得多漂亮 高丽娅 应该是女装 这裏大塞车 过马路都要穿过车 这样才能过得到 其实已经是绿灯来的 前面的车去不了 那么多人来北京路 真是好生意 还有 都不像说网上的风评 又说经济如何如何 最起码北京路这裏 大家看到 这几集和大家去过 广州几大旅游商圈 天河城是非 自隔日去北京路 今天是星期五晚 有外国人 又有来自香港或 美国的游客 都是回来这裏 饮饮食食吃喝玩乐 挺开心的 其实和大家来北京路 都来过很多次 如果你想来趁热闹 而不是来喝饮食食的 一定是要星期五晚 开始就抽个时间过来 但是如果你真是来这裏 你这裏找不到食 你千万不要 大家也看到了 幸运楼 还有在这裏 幸运楼相信应该都满了 千万不要 星期五晚开始想过来 那裏 你看 还做个排骨饭 怎么搞错 将信德的搬过来这裏 又有连香楼百年勾鲍鱼建策 这么有趣 这栏楼很喜欢将所有的 混合在一起 然后看起来好像 好像不太对 回来游玩 记得有几样东西 游客多就要出现了 我都很久没见过 我真是20岁之后没见过 北京那裏多了好多人 卖那些 问你温柱温柱那些 不是叫你看什么 而是卖那些标 大家明白了 然后有些人 又会拿着一支噴霧 去噴你的鞋 叫你买一些抹鞋的东西 话说早几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条影片 我和他老婆去到 南海那裏 买个雪糕吃的时候 那个年轻真是猪这么蠢 我真是微笑这么闻 我拿着一盒雪糕 想着给拍摄 也没说我拍摄 那一盒是卖抹鞋 卖抹鞋 但雪糕正在溶 你还卖什么 那便骂他 最后便卖了 真是烦 大家回来 千万记住要注意了 不要被他噴了一下 然后你就要去买 抹鞋的不知什么药水 来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认得路了 我也不再跟大家说什么路线 我们不如走过大佛寺门口看看 很多人拍照 是漂亮的 还有最多人都是 疫情的时候都是这么多人 我跟他说 是啊 是啊 疫情即是好一点 那么多人没事的 就是最多人的这些店铺 更多人的奶茶店 厉不厉害 早几日和大家说过 如果去 有多厉害 有多厉害 你又想学这样吗 是吧 是 在这里 早几日和大家说过 如果走花市的时候 黎湾路会封路 如果走花市 应该今年就是这里 会回到正常的那条路 去年是这里不是你的 到農曆新年之前 走花市 这个位置应该 人逼人都进不了 可能比去年更夸张 不进也不出奇 不说又说 其实去年 花市都算多人 但有个问题 很多人在中招 我那时候都是康复无耐 局卡出现了 老婆 你已经康复了 但这个人 今年 什么事都没有 都不知道怎样 怎样违法 到时候很大 不是犯法的违法 怎样 控制人流 到时候一定是很夸张的 现在是差不多7点 当然它不是固定时间的 它是有设置好的 就是大佛寺 现在已经开了灯了 回来游玩 都是那句了 吃完大假饭 过来看大佛寺 住前边西岸酒店 大假饭是游客至爱 你没办法的 是的 拍照漂亮 没办法 我们本地人 当然是觉得 哇 你有没有搞错 三十多年 不要说这些了 是吧 不如在那里 28元 不如回到那里 我觉得也对的 但那里拍照 一定没有大假饭那么漂亮 对不对 游客的理 如果我们去到 其他地方游玩 当然是去游客的地方 对不对 好像这些这样 老实说 我真的看着它 从以前 没建好 整到现在 在附近长大的 当然没有了 如果作为游客的话 那种兴奋度 好了 下集见了 分享影片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